某一次田徑賽呢 他這個100公尺的最佳紀錄是每秒跑9.9公尺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喔 然後呢速率 這個每小時54公里的這個汽車 大約是這個紀錄的幾倍 然後我們來算算看 然後用四捨五入法取概數到小數點後第一位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啊 一個是每秒幾公尺是秒數 一個是每小時幾公里 一個是時數 這兩個呢實在是時間單位也不一樣 然後距離單位也不一樣 所以當然要想辦法把它們換成一樣的 那我們就試著把這個小時換成秒 公里換成公尺好了 那我們就怎麼樣做呢 我們換換看 先求呢 汽車每秒行駛多少公尺 我們就是把這個時數變成這個秒數 那我們想像一下啦 我們想像一下 因為呢 這個五十四公里每十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它代表的意義是 每小時 每小時 走 五十四公里 對不對 每小時走五十四公里 那請問每小時是幾秒鐘啊 每小時其實是六十分鐘 那六十分鐘是幾秒鐘 就是六十乘以六十 就是三千六百秒啊 OK 三千六百 然後呢 三千六百秒走五十四公里 是走幾公尺啊 走五十四 一公里是一千公尺 所以呢 就加三個零 變成五四零零零公尺 所以這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這代表的是 它的速度呢 應該就是五千四百 五萬四千公尺 除以三千六百秒 好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汽車的秒數呢 你看沒有錯 就要用五萬四千公尺 就是五十四公里的意思 除以三千六百秒 也就是一小時 換算成三千六百秒 除下來呢 剛剛好 是每秒鐘十五公尺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兩個 接近的單位啦 一個是每秒鐘十五公尺 一個是每秒鐘九點九公尺 那 再算這個數字是九點九公尺 每秒的這個幾倍 算出來呢 差不多會是一點五倍 當然如果你想要自己 更細的去除的話 你可以去除除看喔